請你幫我健康庫 全世界最近這一陣子 大家都往那個房間走 很流行的 地中海飲食 對 很健康 對 油比較好 橄欖跟橄欖油 這是他們一個很主要的料理 特色就是 單元不飽和脂肪算很高 而且是比平常的油量 還要來得多 大量的蔬菜以魚為主軸 目前對於像是 外國料理 各位 你們都怎麼吃 我們先從印度飲食 印度都吃過 一套也被套出來 誰沒吃到 他就出來 我本身就長得像印度 喂 韓蘭 真的 他是印度 我在那點個紅點 有沒有 就是印度人 稍微來的 有點笑 而且我這次特別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就發現很多印度人都是瘦子 就跟我一樣瘦巴巴 你會發現他們的飲食裡面 有非常多的薑黃辛香料 包括飯他們都是薑黃飯對不對 所以我自己在吃印度料理的時候 我絕對就是吃他們咖哩配甩餅 或是配那種有顏色的飯 那種薑黃飯 你把它吃進去之後 你有入鏡水水用手抓嗎 有耶 他們真的在吃的時候 就是手再加一些菜有沒有這樣過 你用右手抓喔 對 右手抓 剛剛擦完屁股又用右手抓 這樣不行 我也是在做 右手很嚴格 然後再是配甩餅 那我自己在台灣吃 真的就是飯量會減少 我會用甩餅去配這些咖哩 然後再多吃它一些那種辣的東西 你會感覺一吃完 全身新陳代謝變很好 他們光一個甩餅的口味好多 對 可是你吃完新鮮餅 你男朋友敢碰你嗎 你走開 味道都會那個 會隨身的人出耶 但是發現印度人真的是瘦 我就想說他們是不是辛香料 真的很厲害 而且我發覺說 印度料理有一道裡面很厲害 是他們很多東西都用 酸奶入菜 對 很健康 咖哩的時候上面有一圈白白的 那你覺得 你會太辣或太辛辣的時候 你再夾一下 就我合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這個酸奶 是他們所謂變瘦的一個關鍵 跟他的健康 飲食的一個關鍵 甚至我這樣 我都會加Double 就是那個酸奶給我多一點 對 因為顧胃嘛 你知道因為那個 辛香料的時候 你知道吃完以後隔天就馬上見 十分鐘就會看到你剛剛吃的咖哩 所以要吃一些酸奶來顧你的胃 而且吃咖哩是真的會減肥 因為之前我們現在冬天 我們不是都很喜歡吃鍋嗎 那我就很聰明 我就有一年的冬天 我就不吃麻油雞 也不吃薑母鴨 也不吃那些高熱量的鍋 我只吃咖哩鍋 所以那三個月裡面我完全沒有變胖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其實我本身比較喜歡吃泰式咖哩 大過於印度咖哩 因為它裡面又有加一些檸檬 是不是更容易強調瘦身 如果是要吃瘦身的話 多一個維他命C就對了 是不是泰式料理比日式料理好呢 這個我們現在其實要一樣 剛剛也不是一樣 我們先講一下印度料理 它的健康的關鍵到底在哪裡 對 其實印度料理 就像大家剛才說 第一個大家會想到的是薑黃 然後再接下來酸奶 對 然後其他的就是辛香料 這句話就是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辛香料 對 但是因為他們其實 他們有常用的一些辛香料 譬如說像肉桂 肉桂其實它對於血糖控制 是一個還不錯的東西 對 然後再來就是像它有這個 孜然 孜然他會覺得只有那個辛薑 但沒有他們也會用到 對 然後還有茴香 這兩個我們還算熟悉的 還有一個叫做羅旺子 羅旺子其實去泰國 大家一定也會看過 就長得像圓圈 像甜甜圈 大大的甜甜圈 但是是一個果類的 一個乾乾扁扁 棕色的 一個圓圈形的 一個環狀的 然後會這樣子一個一截一截 像大成一截一截 繞一圈這樣子 它那最早就是酸的來源 所以像它這個羅旺子 就是說像不管是泰國或印度 他們都把這個當成就是一個 減重的一個就是一個聖品 不能說聖品 就是說一個訴求這樣子 所以它本身辛香料 就代表了非常多的一個抗菌 然後質化素 然後某一些東西 我們都去分別去研究 都是有一些幫助的 所以這個是印度的一個 非常的特色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連碳烤都會變得健康 我懂你的意思 我們分兩種形態 其實我們去吃真的印度料理 還有泰式料理的烤肉 其實我們吃不太管 因為他們真的烤得很乾很乾 它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 沒有肉汁 對 沒有肉汁 然後我們的習慣是有很多的醬料 烤肉醬 所以其實就是他們在台灣 是有改版過的 那我們就要考量 就是說你改版過的醬料的部分 我們加了什麼 所以它才會這麼多的汁 然後鹽分相對也會提高 但是如果說你傳統就是去烤肉 把香料放進去 那個都是很安全的 甚至在國外他們也會建議說 這也是一個健康的飲食型態 是可以採納的這樣子 因為你多了辛香料的味道 你相對就可以減少鹽分 因為嘴巴有味道 為什麼一定要有鹽味 就不用了 因為各種味道已經非常滋味很豐富 鹽分就可以下降這樣子 不過我剛才講到酸奶 酸奶真的是雙倍加 雙倍加健康 是很好的 沒有啦 應該就是說還是要適量 因為你喝多了 酸奶也是有熱量的 有熱量 它不代表零熱量 它只是一個非常健康 保護我們的腸味道 增加好菌 可是不代表它是沒有熱量這樣子 所以還是不能喝過頭 對 要適量 甩餅不錯吧 甩餅不錯 這口味好多 真的 甩餅很多 甩餅的口味很多 而且不是我們大家想像中 就只有麵粉這樣子的概念 是麵粉啊 不是 它其實是 譬如說它有扁豆粉 他們有那個扁豆 一些古物嗎 不是我們想像中就是麵粉做的 所以他們其實那些的餅類裡頭 就是它本身的纖維含量 或者蛋白質含量 其實都是會不一樣的 那當然也要考量啦 比如說我們今天如果假設 我們的活動量很大 我覺得烤餅相對就是提供很好的澱粉 可是如果你今天活動量沒有很大的話 它還是一個澱粉還是會產生熱量 在減重上還是要來去做一個 就是一個調整的比例這樣 不過這樣聽起來你看 又有穀物 又有薑黃 又有酸奶 都是健康的 因為印度人真的比較健康嗎 他們生病的機率比較低 胖子也不多 都是瘦子啊 有數據可以證明嗎 一般來講印度人的健康的議題 比較被常提到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於 阿滋海默菌的罹患率 因為你會發現他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就是把美國的某個鄉鎮 跟印度的某個鄉鎮 他們可能人口什麼組成都很一致 然後就去比較之後發現 同樣一個人口組成很類似的鄉鎮 印度它的四次症的 阿滋海默菌的發生率 居然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 所以他們就發現 第一個他們發現說 比一些先進的西方國家來講 阿滋海默菌的罹患率是低的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 他癌症的罹患率的部分 曾經有一個諾貝爾的學者他說 他說如果是以常常在吃牛排 比如以澳洲為例 跟印度來比的話 澳洲人罹患大腸直腸癌的盛行率 可能他們的罹患率 可能是印度人的九倍 甚至他說平均 如果一般跟其他國家比 大概也是他的四倍 所以特定癌症的罹患率是低的 那如果印度另外一個健康 大家比較常提到 大家一定有一個印象是說 奇怪 好像在SARS流行期間 印度還曾經一度被標定為無SARS國家 其實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 很多人都會笑他們說 他們用手吃飯 覺得好像落後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因為他們用手吃飯 所以他們飯前洗手的動作 是非常仔細的 對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其實 他們很多餐廳 如果那個飯前洗手 比我們SARS流行期間洗的 還乾淨 還要很長 對 所以在我們這樣的 不用手吃飯的國家 用筷子用湯匙 反而有時候都要逼你去洗 你還做做樣子亂洗 對 可是他們反而是 非常仔細在這個部分 所以他們認為 這也是一個公共衛生上 使得他們在這種 感染症流行的期間 他們反而擴散率沒有這麼快 這也是原因 我現在回家都用手吃飯 真的嗎 我們今天開始提倡了 以手救口 那我就一直在看大小店 以手救口 不是提倡以手救口 是提倡好好洗手 還要洗手 變聰明 你用面是怎麼變聰明 真的 我為什麼變聰明呢 等一下會講 等一下會講 還會變光一圈 你會變聰明了 真的變聰明了 會講 等一下一定會講 不過我跟你講吃 這個如果印度的正確飲食 因為它如果吃得對的話 是很棒的對不對 對 一定有一些方向 印度的香米 大家有沒有意義上 就是它跟泰國米有點像 但是其實還是 長長的 對 長長細細 有點透明有沒有 對 那它其實基本上它的澱粉 比我們的白米的澱粉來得少 所以有人說說 我減重的人用它 它的熱量比較少 所以同樣一碗飯的話 那碗會比較少 它略少一點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它其實有去做這個GI值 也會比一般的白米的 這個深血糖的速度 是來得比較低的 對 所以然後再來呢 我們來看 就是雞豆扁豆 有人就問這是什麼 對 它就是各種豆 我只能說就像是紅豆綠豆 黃豆那樣子不同的豆豆類 所以這就是它們主要的主食 包含它們的餅有沒有 它們的硬度薄餅 也都會來自於扁豆 或是陰嘴豆 陰嘴豆 對 就是這些來做出來的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適量食用 其實它們的蘸醬有很多種 有一些其實你會發現 非常的好吃 那個好吃的原因 是因為它們有不同的油 比如說有野奶 有奶油 然後再來呢 就是它有一種東西叫做 印度酥油這樣子 對 印度酥油是來自於牛奶 它把牛奶裡頭的脂肪拿出來 再讓它去做煮 煮到水都沒有 就更濃郁了 相對 然後蛋白質也做了一點點焦化 所以香味很香 所以它其實這個就是 因為它都是油 所以它其實高熱量來源 都是來自於這些隱藏性的油 那它們在國外也會建議就是說 一樣要吃的話 烤肉的東西 會建議以海鮮為主 牛肉和羊肉還是要適量 然後在它們有炸的東西 也是要適量 不過那個是因為 我們搞得懂它的方向 像之前的人說 多吃咖哩 因為裡面一些一樣 元素什麼防癌 什麼對健康不好 人就是要拼命毛起來吃咖哩 但其實吃咖哩吃到最後 也有人吃反方向的 因為像剛剛我們那個 蔡小姐有講到說 因為它吃咖哩之後 反而有一陣子它變得 比較不容易胖 它變瘦 可是有一個女生就很妙 她說 那這方法超簡單的 就是早餐吃咖哩飯 比如說它就爽 可是它早餐可能來不及 起床吃咖哩飯 所以它就決定換個方法 它就是晚上就是吃咖哩 晚上每次呢 尤其是睡前肚子餓的時候 就來給它咖哩 然後它連續吃了之後 完全沒有瘦就變肥了 他就問醫生說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網路上說的咖哩減重法 你隨便去都好多人 都說要吃咖哩就瘦了 他說那我為什麼胖 他說原因無它 你看蔡小姐會瘦 是因為它的咖哩是替代 它本來的什麼 麻油肌燒酒肌什麼什麼 它是替代型的 可是你是增加型的 而且你即便沒增加 台灣人選咖哩 常會選到地雷 因為人家的印度咖哩 裡面可能沒有像我們這裡 裡面又是很多的澱粉 然後它不知道多少的高湯 然後什麼東西進去 蘋果或什麼什麼 但是他說 你的咖哩裡面 真正的咖哩很少 裡面反而都是什麼 馬鈴薯根筋類 澱粉類 還加濃稠劑 然後還加一大堆油去爆香 所以他說你當然吃就胖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用咖哩減重 你就要選對種類咖哩 並且你要記得它是替代 真的很有用 滿有效的 像譚老師會吃印度菜嗎 你覺得健康吃的話有什麼建議 其實可以用咖哩粉來取代咖哩塊 因為咖哩塊的油脂 真的還滿高的 那我建議大蒜一定要用 那大蒜的話一定要把它切碎 讓它的蒜素可以更多 那我最害怕的是那個辣椒 很多人喜歡吃這個很辣很辣 越吃越辣 其實辣椒子一定要去掉 因為我們一人曾經發現 那個辣椒子卡在那個胃壁上 結果就整片都是爛掉的 所以還是要把 還是要把那個子去掉 而且不要一直追求越來越辣 其實這個對身體還是有傷害 這是一個快感 真的 吃辣就是很舒服 可是有人會想說辣椒減肥 吃一吃很流汗 然後就瘦了 我跟你講它會有危險 對 還是適量這一點 適量不適合吃印度這種咖哩的料理嗎 其實這個 有時候這個香料很多 那擔心就像剛剛講的咖哩塊 這些東西 它的鈉也高 然後有的甲也高 所以其實這病人 我建議不要吃太濃稠 對 那薑黃其實在這個研究上發現 就是如果你薑黃上加了一些黑胡椒 就可以幫助腸味道的薑黃素的吸收率 非常好 你本來就很搭對不對 對 所以就像你說它其實本來就很搭 基本上很多的這個印度料理 他們就是媽媽不同的配方 可是咖哩跟這個黑胡椒 薑黃它基本上就是搭在一起 那有時候有些人就會說 那我回家我這個咖哩塊 我也搞不清楚有還沒有 不用想那麼多 就把自己家裡的黑胡椒拿來加一加 就可以幫助它吸收了 就不用想這麼複雜這樣子 很方便 好這個剛剛是我們說的印度料理對不對 接下來日式的料理 哇塞 我最常吃了 你最常吃 對啊你看日本很多得到高生嘛對不對 每一國都有得到高生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日式料理有個最好的地方說 它有那個很厲害的那個前菜叫納豆 對 因為納豆這樣咻咻的這樣吃下去的時候 基本上第一個你已經有飽足感 所以你在正餐的時候不會吃太多 第二個我又回到這樣咻咻的 它是不是又顧胃呢對不對 你的胃很不好 我胃非常不好 嗅嗅啦 對 嗅嗅的胃 那個就很顧胃嘛 如果有些那些沒有賣納豆的話 那我會另外點一個山藥 因為山藥也是嗅嗅的對不對 然後這樣黏黏的 吃起來就感覺這樣很顧胃 重點是吃下去以後 基本上你的這個 飢餓感已經被消失了一半 剩下來就可以慢慢吃少少吃 就不用像以前那種麻辣鍋或什麼的 來的時候就拼命吃拼命吃 要精緻一點 等到你停下來的時候 就已經發覺你吃太多了 對 我覺得日本人可以這麼長壽的關鍵 真的在於他們東西都很清淡 你會發現他們吃飯是配酸梅喔 酸梅味道很重啊 對 然後但是是配一顆酸梅而已 就可以一直扒飯 或者是配一些醬菜 或者是配一些味噌 像我這次去沖繩 我就會特地去帶他們那種 當地來的味噌 哎唷 怎麼那麼黑 就一樣的一包 因為它是有加黑糖在裡面 黑糖 就小朋友可以吃的 就日本帶回來的 然後就是讓味噌類 發酵類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就是固腸味 然後會讓你很下飯 但是你會發現他們就很少那種熱炒類的東西 他們所有東西絕對都是淡淡 沒有什麼油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他們常吃這種 醬菜醃漬類 納豆這類的東西 所以導致於他們都沒有什麼疾病發生 可以很長壽 然後還有他們流行吃茶泡飯 對 好好吃喔 對 他們說茶泡飯什麼 可以讓那個飯的吸收比例不要那麼高 而且茶裡面又有額茶樹 可以幫助身體的代謝 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我之前有試過用家裡的茶味有沒有 去泡飯 結果哇塞 超級色 超級苦的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這樣子好了 用茶泡飯有點麻煩 因為茶還要先 妳可能要冠軍茶 對 還要先綠 還有什麼的 太麻煩了 後來我就想說 那家裡有酒湯嘛 就是那種什麼青菜蘿蔔湯 就可以泡進去 應該是可以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就把茶葉也放棄了 我就把湯泡飯 想說跟茶泡飯應該差不多等級 但是後來吃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反而會有點胃痛 因為用湯泡飯好像不太會咬 就是下去之後 就不太好心收 但是大家講的感覺上 好像大家很推崇 但聽起來好像似乎很配面 有一點喔 來 營養師 我們聽到日式料理 第一個反應就是 第一個就是生魚片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很原味 然後再來是少油 對 水的時令這樣 對 其實我們不要忘記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它們有好多的蔬菜 比如說蔬菜 比如說你們一定會有吃到 聯藕有沒有印象 有的 對 然後秋葵 然後洋蔥 紅蘿蔔是他們基本化 然後再來你會吃的到 有時候聯藕會跟蒟蒻一起煮 有沒有那種菜 所以它們其實是非常多的蔬菜 包含香菇 你一定會有印象 香菇有切一個芥花 對不對 所以它們其實的料理不是 我們想說只有飯或是生魚片 他們蔬菜的種類是很多 那剛才說的呢 譬如說像納豆也是它傳統的 就是以大豆為主食 我們甚至發現納豆 這個納豆裡頭萃取出來的東西 甚至幫助我們血液中的這個 不要凝固 所以它對於抗凝血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納豆積美這樣子 然後那現在其實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味噌 他們在做營養調查的時候 他們最後一個結論就是說 因為味噌是很傳統的食物非常的好 可是現在的人整個飲食加工 的食品太多了 譬如說他們會吃到洋芋片 餅乾這些都會有加工品 所以鹽分高 所以他說當我們一起在吃的時候 要把味噌的鹽分也一起考量進去 然後當我有些東西 譬如說我加了糖去醃 會遮蓋了它的鹹 你還是要去注意那個鹹分 所以他們的醃漬物 是目前他們也會在討論 因為傳統窮嘛 沒有什麼東西吃 要把食物保存起來 但他們現在發現他們整體的飲食行為 不是傳統的日式了 還包含了很多外來的一些加工品 對 所以要把這些東西一起去做看待 去控制鹽分的社區這樣子 要茶泡飯嗎 茶泡飯這件事呢 就是湯泡飯好像 對 這件事我就要提醒 就是說 這個的話 針對就是真的 餵不好的人我不建議 不好吸收 不好吸收 不只是不好吸收 就像剛才你們在形容 就是泡完以後 嘻哩呼嚕就吃完了 你根本沒有聚焦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因為 相對你一下子喝了這個湯汁比較多的時候 也會讓你的胃酸的消化 沒有辦法充分去消化它 所以如果餵真的不好的人 其實我還是會建議就是說 你還是吃軟飯或乾飯 不要吃稀飯或者是這種 湯泡飯的型態這樣子 他們的這個正確飲食的原則 也是有嗎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它基本上就是以魚為主 不一定是生魚片 可能靠仇刀魚這種都是 再來它的就是他們在國際 被稱讚其實有兩點 二和三 視覺美學跟小份的餐盤 為什麼 美國的這個餐盤的量 就是一個人份 基本上是給兩個人吃 對 所以他們就發現 他們供應這麼大的份量 跟日本供應這麼小的 就是用那麼小的盤子來裝 就發現相對進食量有沒有 就自然而然就會怎麼樣 視覺滿足了 你吃也就會覺得滿足了 所以他們其實在這個國外 還蠻推崇這兩個概念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們以飯為主軸 其實飯真的是一個 包含我們台灣的文化 如果以飯為主軸 真的你在血糖控制或減重方面 其實都是會非常多 就是會比小麥類的那種 對 另外就是說大豆入菜 所以像是我們可以選擇 就是豆腐 味噌 納豆 如果現在吃得慣 現在那個納豆都在台灣 也有出就是一小個有沒有 就是可以挖 就是一個隨身的 彈溪嘛 對 他們早餐很多飯店 都是有納豆在一起 對 納豆一邊加在飯上面吃 所以這是他們一個 非常好的飲食型態 但是隨著就是說 他們的這個飲食文化 也有在改變 也有做了一些現代化的版本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像我們有時候會去居酒屋 如果燒烤炸物配啤酒 相對可以配 配個毛豆啊 如果這樣吃下來 應該大腸癌的風險也是會增強 這應該不能當主食 他們現在那種居酒屋 另外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醃漬的這個高鹽份的東西 另外澱粉要適量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他們會有一種套餐型態 就是你會發他點拉麵 然後再配個鍋貼 有沒有睡 有 一定會這樣嗎 拉麵配炒飯的 拉麵配炒飯 對 拉麵配炒飯 對 拉麵配酷肉飯 對 炒燒飯 對 相對就是整體 澱粉量真的太高了 因為我們的活動量很少 那你人體還是需要有蛋白質 所以相對它的澱粉量會不夠 澱粉量過高 蛋白質不夠 所以另外就是提醒 像現在有時候太簡單了 會變成像是這個只有壽司 然後蛋白質就會不夠 有些人就會簡單 我一餐就吃個壽司 吃個八個這樣就可以了 他就覺得飽了 但是蛋白質也會不夠 蔬菜也會不夠 那我們自己要考量 就是說你的蔬菜攝取不夠 大腸癌的發生率 還是會提升的這樣子 其實之前就有發現 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來個中午或晚上 今天吃太多來個輕食 所以他們覺得我吃壽司等於輕食 因為壽司沒有油沒有什麼 可是後來就有女生發現 怎麼都沒有瘦到 為什麼 有時候吃一個加粥捲 裡面有酪梨油什麼的 我那一整捲 它其實熱量完全不低 它有時候不遜色於 你一個小型的便當 第二個有些人甚至覺得 我如果吃豆皮壽司有沒有 裡面什麼都沒有 這個就輕實了吧 沒有 幾個豆皮壽司它的熱量 完全超過一條海菜捲 真的嗎 因為豆皮本身熱量很高 然後豆皮壽司會經過甜的 煮的甜的過程 然後再這樣塞滿滿的飯 所以其實都不低 所以壽司熱量其實沒有想像中低 那第二件誤區就是什麼 之前有一個男生 他想說 醫生跟他說你這個最近 雖然年紀輕輕 但看起來你這個心血管的幾個素質 都不好 都是邊緣值的 你可能要做一下飲食的控制 然後他想 那我應該來吃日本的料理法 那日本料理他最喜歡的是什麼 他說生魚片 因為他發現說生魚片 大家都說魚油好 生魚片又健康 魚師傅他開始的啟動 就是說 他自己叫做日本料理減重法 他就開始吃生魚片 他吃生魚片之後 常常每餐幾乎主食都生魚片 他發現 真的有瘦 而且他很奇妙的是 他從那段時間開始就默默的 常常有一點點腹瀉的狀況 後來去看醫生 醫生說你不是因為不適應食物 他想說是不是因為不適應生冷 所以就是因為生冷 結果發現不是 醫師說他感染了一個東西 就是阿米巴原蟲 他懷疑說可能是因為 他吃的是一些不潔 或吃的生食太多 沒有乾淨 所以日式飲食的第二個誤區就是 生食的部分 你可能要佐量 所以日式飲食要注意生食 還有要注意什麼呢 潘老師 其實最終我們剛剛都是講 日本人很常瘦 但是日本人的第一個病 最多的癌症叫做胃癌 所以其實醃漬類真的不要太多 尤其我們的心臟血管疾病 腎臟病的人 真的要遠離這種醃漬類的 還有呢 我們常常就覺得說 這個胭脂類在國外都沒什麼問題 為什麼在台灣 其實在台灣 因為我們溫暖潮 是有一個北迴歸線通過 所以常常會長黃蛆毒蛀 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一點 好 胭脂類 對 那這是日式的對不對 還有一種是像 好像全世界最近這一陣子 大家都往那個方向在走 流行呢 就跟你有關嘛 你這個 地中海又有高山 神頭都跟我有關 地中海飲食 對啊 很健康 對不對 地中海飲食 其實因為它這個在瘋喔 它那個健康的程度 真的跟全世界料理比較起來 有比較好的 其實 橄欖跟橄欖油 這是他們一個很主要的一個料理 然後再來他們的主要的蛋白質 就是 如果動物性的蛋白質 都是來自於魚為主 那它不像日本都是生魚片 它基本上魚是煮熟的這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他們的這個油 比較不會去限制它的用量 然後比如說我們不會斤斤計較 你不能炒菜放油啊 你不能生菜沙拉淋很多的油 沒有 他們就是我可以用油 但是我們都用的是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比較高的橄欖油 或者是放好多的堅果類 然後再來他們的蔬菜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會是番茄 那是因為我們習慣看到番茄 但是比如說他們有這種叫做無花果 是他們因為盛產的東西 所以他們料理上有很多這種無花果的料理 包含像葡萄 所以葡萄衍生出來就有葡萄酒 所以它其實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很高 而且是比平常的油量還要來得多 但是是因為健康的好油 然後大量的蔬菜以魚為主軸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 目前對於像是阿茲海默症 帕金森氏症 看起來似乎都是有幫助的 甚至包含這個新陳代謝症候群 還有糖尿病 或者是降低膽固醇 然後接下來膽固醇的高 會跟中風有關 或者是跟心血管疾病有關 它都是在這個研究上 就是看起來的方向是非常確認的 對 因為我上個禮拜才去 我們小醫生那邊做大腸鏡檢查 就發現居然還是有兩顆的席肉 你吃太兇了 對 然後心血管那部分的指數 都是接近邊緣值 然後他們說你紅肉真的西式的紅肉吃太多 就是因為西式的什麼漢堡 牛排 然後甚至一些牛肉麵 幾乎都是脫不了紅肉的 還有紅酒也是 然後全部他就說 其實你可以試試看這個所謂的地中海飲食法 說真的我有去試 因為他說真的 第一個不能吃紅肉 第二個呢 每天的肉大概就是白肉大概一顆拳頭 其他的五份的話 都是要根莖蔬果類的這個蔬菜 然後有要用好的橄欖 就像我們營養師講 可是我說實話 因為我吃了第二天我就受不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吃起來 因為你肉第一個很少 我們已經很難過了 沒想到要一直吃這五份的蔬果 你知道嗎 真肉食主義 對 我還沒吃完 我就變成像順哥了 你知道嗎 因為咀嚼肌變得非常的健壯 你知道嗎 一直嚼一直嚼 感覺我像牛跟那個地中海女一樣 你知道嗎 一直在那邊嚼一嚼 到後來第二天就說 受不了受不了給我牛排給我漢堡 你知道嗎 因為一口下去那個肉汁好滿足 但是不就是 為了我們的健康 還是不能這樣轉靠 真的 但是真的很難下去 對中海飲食是不吃牛嗎 可以吃 但是它量真的很少 它不會是不吃牛肉 是很大的部分是海鮮 對 海鮮跟白肉 像我現在自己的晚餐 也是屬於台式的地中海 像我晚上我都會吃火鍋 我跟你講我現在去吃刷刷鍋 我都叫他幫我湯底換成白開水 不加鹽 然後我就 湯底啊 對湯底鍋底 因為一般都會有那種什麼 高湯啊 高湯底 對那個會有很多鈉 很不健康 所以我一定換成白開水 然後之後菜盤不是來 上面有火鍋料嗎 所以火鍋料全部換掉 全部換成綠色蔬菜 肉的部分我會選擇白肉 像雞肉會選雞腿鍋 雞腿鍋 雞腿鍋會帶一些皮 那我就不加油了 所以我就雞皮的油倒進去 所以你看我整鍋裡面的油脂 跟蔬菜跟肉 都是非常甜的 欸要我跟你去吃嗎 你不要你那個紅肉都給我 我在點這鍋 我都不會點紅肉 那如果真的要吃海鮮的話 我會去那個地中海 義大利 義大利麵 義大利麵 我不選那種焗烤類的 因為你焗烤類熱量很高 我選青草類的白酒蛤蜊 或是青草的義大利麵 就選擇比較清淡的義大利麵 那你會吃白醬 黑醬 白醬 紅醬 青醬之類嗎 青醬之類嗎 對 要補五行 補五行 五色入菜 五色入菜 因為醬有時候會這樣 也會這樣吃 醬量很高的 所以我覺得青草是比較熱量低一點 健常一些的 我的頭腦就是因為 吃地中海飲食而變好的 真的 原來IQ會變好 不是 因為地中海飲食它加橄欖油 那它那個好的橄欖油 是會增加你的那個心血管的通常 對 同會囉 然後 可是那是同會囉 真的啊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前一陣子 我擦眼中風 你幾歲啊 你幾歲啊 真的 你幾歲啊 我那時候是 我為什麼知道我要中風你知道嗎 因為這邊就是 腫脹然後過不去 然後半臉 不是半臉就開始麻 而且那個已經不是麻移到兩次了 然後我覺得那陣子就是吃地中海的飲食交法 我的確就是避免了中風的前兆 然後也避免了就是 我的 繼續變笨 就有前兆 這個比較重要 是海波的前兆 對 有有有真的我建議老人家吃 這個效果有這麼神奇喔 真的 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是用圖板來解釋地中海飲食 其實會更明確喔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三角形裡頭 佔據最多的是這個下面這一層 那最少的是上面 那我們來看上面的是什麼 它上面的圖案其實是 紅肉跟甜點 這麼少呢 對 偶爾的意思叫做 一個月一次 那你紅酒放哪裡 等一下 紅酒在旁邊 對 然後偶爾是一個月一次 而且一次就像 什麼一個月一次 我有沒有聽說 而且一次就是三盎司 三盎司 三盎司 對 就大概一個普克牌大小 所以就像你說的一個拳頭大而已 所以紅肉的比例是真的很低很低很低 天啊 對 那再來呢 它第二層呢 我們仔細看 會有雞肉 然後會有牛奶 會有起司 會有蛋 所以它還是可以吃喔 每週 或者是 就是每週的話 每週兩次 或者是兩天一次 它的建議這樣子 那再來呢 中間比較多的蛋白質 是來自於 魚和海鮮 蝦子這一類的 那每週至少兩次喔 好 那這邊呢 就是它最最最最最主要的來源 它的主要來源 包含了蔬菜 水果還有各種 就是顴骨跟筋類好的澱粉這樣子 所以最大的比例在這邊 所以其實大家要打破一個迷思 就是地中海飲食沒有告訴你一定要燙的 好吃喔 對 它都已經油多了 我也都是白子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說其實好的橄欖油 要再打破個迷思 它不用就是燙完再淋 好的橄欖油其實它一樣可以接 可以受熱嗎 可以直接炒菜嗎 因為它溫度是180度 它的冒煙點是180度 180度 你基本上我們的炒菜低溫烹調 都一定會在180度上與下而已 再來就是 所有的三角形都要落在一個什麼位置上 這個位置每天都要活動 或與別人用餐 這句話很重要 為什麼它能夠預防失智 是在於真的 因為失智的部分 他們會發現你越少跟人溝通 你就會越來越容易失智 所以要鼓勵跟大家進食 就像日本他們現在也做了 有一些 因為他們有一些偏遠的地方 那個山區就是住的都很分散 所以他們就會有一區 就固定一個禮拜供應一次 就是老人聚食餐 集中一天 集中一天共同伙食 讓長輩有個地方來社交 所以它其實是同樣的概念 那好啦 紅酒來了 對啦 適量飲酒 我都適量飲酒 適量飲酒 大概一天就是大概一杯吧 一杯就是葡萄酒 大概三分之二的那個杯 一杯這樣 可是我要問一下譚老師說 如果我們正確的所謂的飲用 這個地中海飲食法的話 會不會像我們一些 比如說獅子症的啦 或三高就可以痊癒啊 因為你說這個地中海飲食 基本上那部分完全沒有 你這個idea是從允潔身上 因為他變聰明了 我覺得我被他傳染 我越來越聰明了 量個鏡頭腦 對 湯老師 其實有病 有病一定要治療 對 老師你意思 有病要看醫生的意思嗎 對 老師你要強烈暗示你們兩位 現在可以去掛門診 還可以掛醫生來 對 真的有啦 你好好講了 這不是食療法嗎 對 他叫老師好好講 這個只能就是說 其實飲食並不是一個治療 飲食是一個配合 對 其實我還要講一件事 就是以前我們曾經遇到一個病人 他到義大利去玩 就去酒莊買這個非常好的橄欖油 那他是三高的病人 他就喝了這個橄欖油 他覺得每天喝一湯匙覺得很保健 後來呢 反而所有的這些指數都變得很差 所以記得這個食物是配合 有病一定要用藥物治療 有沒有吃錯的案例 有嗎 比如說就像剛才的韋如說 有時候你們還是來 喜歡來一點義大利麵 對啊 之前呢有一個35歲的女生 她就是想說她非常的喜歡 她想說義大利麵不是說很健康嗎 對 所以她就是義大利麵愛用者 直到有一天她覺得很怪 就是她那一陣時間 常常經常覺得口渴 然後又多尿 多尿 然後想說怎麼回事 後來公司見檢才發現 她居然已經有糖尿病的症狀 為什麼 女生欸 後來疑問才發現說 非常非常的愛義大利麵 她每兩天至少就會吃一次義大利麵 甚至有時候是天天吃 而且她吃的她並不是想說什麼白酒蛤蜊麵 沒有 她最喜歡吃那個醬汁很濃厚的義大利麵 剛才的像那種奶醬啊 培根啊 或者是像那種焗烤的 或甚至最少最少也要是金醬白醬紅醬 所以她就每兩天就吃 後來醫生才跟她說 其實你想像中你的義大利麵雖然很健康 可是你都挑錯誤的這一種 而且實在吃太多了 你把義大利麵吃到飽 所以可能因為低 它增糖再低它還是個麵 然後你又加上你那麼多的餡料 那麼多的醬 很有可能就是跟她過度食用義大利麵有關 所以義大利的 所謂的地中海飲食的誤區就是 有醬料的義大利麵 所以清草是OK的 對 舒婷姐舉了這個案例 我也看過我們的客戶有這樣子 就是老闆他自己開了一個義大利麵餐廳 然後我們剛才說地中海飲食可以醬膽過程 但他膽固醇從來沒有下降 對 為什麼 因為就是你知道就像清醬 清醬一盤是1000卡 對 它一天虛量 它一天的 你說一份義大利麵 清醬是1000卡 真的 真的 一盤 因為我以前幫義大利餐廳算過熱量 我算完後就想 有這個 的感覺 所以它一天後 還不會只吃一盤義大利麵 對啊 清醬白醬哪一個熱量最高 清醬是熱量最高 清醬 白醬熱量也很高 但是清醬是真的跟白醬誤差不了多少 這樣子 其實真的你看義大利的番茄醬 他們因為陽光很好 番茄是直接被曬乾再去做這個番茄醬 所以他們強調的是要天然的番茄的酸 所以它的酸的口感會大於甜的口感 他們的番茄醬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是比較偏向美式的番茄醬 美式的番茄醬都是加果糖 甜甜的 所以它的甜度是增加的 熱量也會增加的 這樣綜合聽下來 包括印度、日本、地中海料理 那到底要建議我們怎麼樣的吃法會比較健康呢 那我想說因為我們還是要考量這個好買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好備料 所以早餐不太可能去找個什麼地中海料理來吃吧 就自己來做吧 所以我們就是橄欖油 生菜沙拉 那我們的主要的蛋白質來自於雞胸肉 那剛才我們說過還有綜合的堅果 然後大量的蔬菜 所以像番茄或者是紅藜麥 或者是橄欖、紅甜椒、紅洋蔥 紅洋蔥一定會有想像那個畫面 有看過他們不一定是白的 它是紅色的洋蔥 紅色、紫色的那種 對紫色的洋蔥 那我們可以加點鹽 那包含了我們的蛋白質可以來自於修正版本一點 其實台灣有一種叫茶豆 就是跟大豆是一樣的 但是它只是品種不同 它有一點點帶一點芋頭的香味 那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蛋白質來源 所以也可以考量這種方式 那再來呢 中餐的部分 其實外食比較容易點 就是日式的話 就是生魚片蓋反 喔 這樣很好 這很不錯吧 再加一個味噌湯 海獎取壽飯這樣 對 再加一個味噌湯 基本上這樣的熱量 大概也能夠控制在 就是跟七八百卡 但是它的油質量是比較低的 油很少 對 那晚餐呢就是來個印度料理 那我們都會選 就是如果我們要跟朋友一起吃飯的話 我們可以選個異國的印度烤餅 加上印度的烤雞 那烤餅呢可能這個沾醬就問清楚 它是加了奶油呢還是加了優格 那他們最著名的扁豆湯呢 就是他們健康的一個湯品 我們可以選擇它的扁豆湯 那這是異國風情的組合 給我們大家參考 哇 厲害 一天活得好聯合國 對啊 超有列國 超級厲害 對 但是如果我們一買購買食材 最容易還是我們台灣的食材 對 看老師出個難題好不好 有沒有可能台灣食材 融合地中海的這種 標準風 怎麼樣把它中和 其實台灣 要吃地中海其實不難 因為我們也吃麵環海 所以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青魚 Omega 3很高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其實又比橄欖油更好 真的厲害 對啊 真的是更好 然後再來我們的葡萄 我們也盛產嘛 也不錯 對不對 可以取代你的紅酒 對 吃葡萄代替喝葡萄酒 可以整個吃進去 再來我們的蔬菜 其實我們真的是非常的多 對 其實這些海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不過這個湯老師也來幫我們推薦一下 這個吸取了三國 這個精華的料理 我們將近印度 日本 還有這個地中海 對不對 這個健康養生料理 好不好 咖哩燉菜 對 來 好 來 譚老師今天這一個 這個中和的三國最精華的 對 對 這個要準備什麼 就是一點點橄欖油 橄欖油 然後我們就 就是把洋蔥跟番茄 一些稍微加熱一下 那我們橄欖油就不要太多 就不要太多 對 因為我們只要炒一下洋蔥就好了 一顆洋蔥 對 所以橄欖油的廢點到底在幾度 不同精緻過程的橄欖油 它的冒煙點不大一樣 不一樣 因為一般來講如果你用的是 我們叫出炸 出炸裡面因為它含的物質比較多 比如可能有一些多酸或幹嘛 它相對冒一點會比較低一點點 可是如果說你是用的那種叫做Pure 就是它經過一度 有一定的程序把它重化之後 它反而冒煙點就變高了 所以你要看看你用的是哪一種 像是如果你買的更便宜那種橄欖破油 青菜店要給它用也不會爆炸 對 好 這邊我們這個洋蔥 現在稍微爆香差不多了對不對 對 它會有一點點 因為我喜歡它有一點點原始的味道 所以我們不要 不要炒太久 所以不要炒太久 讓它有一點那個 加一點馬鈴薯 其實這個也是全食物 然後就是有一些豆乳類的 那這個也下來 那是 玉米粉 對 這是台灣冬天滿多的 玉米粉是好東西 然後我們加咖哩粉 這個咖哩粉最好選用兩種以上 因為兩種以上它的味道更加夠 對 就是不管你什麼牌都沒有關係 你就是兩個不同品牌的 加在一起 混血的意思 對 薑黃粉就是咖哩粉嗎 不是 不一樣 薑黃是咖哩粉其中的一個成分 通常咖哩 他們上次之後有一個人很好笑 他說他有一次去印度旅行還幹嘛 他就看到人家有賣那種香料什麼店 他就很假的 我說我要來買多少公克的咖哩 然後那個人就說 好 那你挑 就是他 店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香料 要他自己配 因為我怎麼知道你要哪一種 你會說他們每一家人 可能每個媽媽都有最不同的配方 因為你裡面可能有什麼 小茴香 五香粉什麼都有 有多種東西混在一起的 然後加水 所以剛剛我們還有加了一點 黑胡椒粉是來調味用的 其實是醋 營養也很好 促進它的吸收 黑胡椒 然後加點水 把它稍微醃 對 我們先做一個燉菜 第一個讓它開的時候 我們再加海鮮 很快 對 就不要花太多 好 現在這裡面有在滾了對不對 可以看一下嗎 對 可以 然後我們就準備好 香氣 真的跟咖哩飯的香氣 好大一隻蝦 好大一隻蝦 他犯規喔 好肥 這是地中海的豪文 地中海來的蝦 好肥喔 好豐盛喔 這不惜成本 真的 張明哥你昨晚沒吃便當是對的 是嗎 而且我連晚上 我都不打算再吃這個 我們再把這個番茄 因為番茄 我不希望它煮太爛 所以我們這時候 再加一點番茄 跟海鮮一起 其實番茄 我們用在這裡 如果用在像印度料理 咖哩上面 我們也可以加在裡面煮 咖哩 但是 要注意挑選種類 有一些會有一點點酸 對 酒煮會酸 對 所以我們不要煮太久 蛤蜊 因為看起來是不大 有位子可以放的 不是 我喬給你 喬一下 你我喬 你不用放 你不要擔心這個 好 放旁邊 這裡 在這一區 好棒 別做不愛做 一定 讓位 還有 可以 來 而且水要那麼多在 你放心 可以 悶著就熟了 可以 這裡 讓位 空間像那個時間一樣 直下去 我們再把蓋子蓋起來 再蓋上 讓它熟了之後就可以了 好 各位應該可以了 好 應該沒有位子放的咖哩完成 好 超空派 好空派 不是 我們自己在家族 就是這個好處 對 要家族就給它家族 是 好 我們開擺盤 對 品嘗一下 你這個料理起來 光是聞味道 我們就覺得食指大開 真的 視覺看起來也很棒 對 五顏六色 這也符合健康概念 對 很多蔬菜 五行 跟允潔說的一樣 對 那可不可以再來一碗白飯 白 馬鈴薯其實是澱粉的一碗 對 好 來 接下來 你看我們現在擺盤完畢了 已經有 然後您這一步 我們可以加一點這個 優格 因為剛剛不是講的 對 一直講它胃不好 來 對 我們就一點點就好了 請用 對 真的有那個感覺 不同的感覺 餐廳的感覺了 還這邊有這樣加過 對 一點點就好了 優格在裡面扮演的角色 是讓它 其實這個是調整它的味道 會比較沒有那麼 那麼樣的 刺激 了解 好了 煮完了 我們大家來品嘗好不好 這根本等不及就開始 好燙 好燙 香氣讓你一口接一口 味道還可以嗎 對 而且它湯是可以喝的 因為一般在煮咖哩的時候 你會但是它過鹹 所以它的湯就是很好喝 對 而且感覺沒有負擔 所以這種像太油或太鹹或太甜 我收回我剛剛要加白飯那件事情 剛剛好 越吃越瘦 你不要老是喜歡泡飯 不過這種咖哩 因為它是比較湯的 對 像我們一般喜歡印度咖哩 那種是比較勾的 很濃稠的 很甩餅的 這個是相對我們說是很健康的咖哩 因為它的澱粉來源 就是天然的像馬鈴薯 如果有人要它濃稠一點 就是你的料理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優格進去一起和 因為這個奶會有一些乳化作用 你會覺得它也很夠 那你看這樣完全不會有一些習慣 你不知名的澱粉類 對 或者我們使用的時候 油也非常少 因為它的咖哩沒有用油另外去爆香 但是整個吃起來香氣還是夠的 對 就是我們看老師運用了不同品種的咖哩 去給它混在一起之後 它的香氣就很濃郁 很棒 很棒 而且老師的食材都是選擇 這個蛋白質是低熱量的蛋白質 白肉 都是海鮮類的東西 其實我們要再次強調 就是你吃牛肉或豬肉 影響膽固醇上升的狀況 會比你吃海鮮 還來得更恐怖 現在是對我在暗示這樣 對 所以預防失智 我們就是從這一個台式的 地中海料理就開始這樣 最後這個蛤蜊還是得放進去 因為很鮮 對 很難 但是要擠一個位置給它 好棒 好 所以你看 這句說很難嗎 其實不難 你要善用料理法 然後用最自然的飲食狀態 對 或是參考這本書 對 這本書叫做 不失智的台式 地中海餐桌 對 當然我們今天要聊到這個 我們也把這個書送給大家 好 歡迎我們的東森娛樂FB 粉絲團回答問題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請問一下 請多個月 我們來看 我們要看 有些人可以做的 有些人可以做的